真的是有人吃饱闲闲喜欢虐狗而且竟然还把虐狗的影片PO上了网 画面上所看到的这只小小狗连画面上面几乎都看不太清楚 因为它才太小了 它是一只蝴蝶犬被人甩到水里面游来游去 而另外还有狗狗呢被关在了低温只有5度的饮料冰箱里面 简直要被冰成了冰棒狗了 网友人肉搜寻找到了自称小玉婷的网友要他出面道歉 为什么要这样子虐狗呢 他说狗儿抛到水里是因为狗儿爱玩水 把他关进冰箱是因为天气热狗狗自己跑进去的 男子手上抱着蝴蝶犬晃一下两下 第三下竟然把他抛到水里 影片中还听得到嘻笑声 小狗被抛出十几公尺逃命寺的游回来 这段影片被狗主人扑上网引起网友看法 人肉搜寻找到了自称是小玉婷的网主 是苗立一名高职学生 蝴蝶犬叫小胖是邻居的小狗 他说是小胖爱玩水 一起去玩水 然后他主人就把他丢到水里 王爷中还有小胖的特写 却是被关在饮料冰箱隔着玻璃 哀怨无辜的望着主人 冷藏冰箱低温五度 玻璃不断起雾 小胖就像是被关在冰天雪地中 四主虐狗妈 高中女生委屈喊冤 那时候天气很热 然后打开冰箱 让他自己跑进去 四主说以为好玩 不知道高速抛出小狗 可能造成脱臼骨折 甚至掉落水面瞬间 也可能因为水面张力 造成内伤 已经紧急关闭网页 出面道歉回过 澄清无意灭狗 东西新闻苗栗报告